欢迎回到飞吧说故事 我是飞吧 我是飞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故事是 无功请医生 有一天 观众们很高兴能够有一个机会 可以聚在一起聊天玩耍开派对 那里面有鼻涕虫 蚯蚓 蝸牛 齿祸 寇头虫 蜈蚣 龙丝 死虫等等 很多哦 平常很少看到的虫都来了 不管是老的小的虫虫 高矮住得多远多近 一大早呢 他们就成群结队的 往这个开派对的地方走过来 每个人脸上都充满了笑容 大家嘻嘻哈哈的 说着自己听到的故事 可是过不了多久 突然有一只蚯蚓捧着肚子 大喊大叫说 我的肚子好痛好痛啊 说着就躺在地上打滚了 这可不得了啦 看他这么痛苦 一定是得了很严重的疾病 一定要赶快去请医生来 啊 是啊 快去叫医生 可是叫谁去好呢 呃 医生 家离这里很远 最好是走得很快的人去 由于这件事 引起了一阵很大的骚动 这个时候啊 年纪最大的 呃 蝸牛说话啦 呃 蜈蚣啊 你的脚最多 一定可以跑得很快 现在去的话 应该很快的就可以把医生请来 拜托你啦 蜈蚣 请你跑一趟好吗 就是嘛 就是嘛 蜈蚣有那么多只脚 大家也都一致通过 由蜈蚣去请医生 于是呢 蜈蚣立刻准备上路去请医生啦 啊 蜈蚣出发了以后啊 其他的昆虫们呢 都围着生病的蚯蚓 小心地看护着它 呃 好痛好痛哦 啊 赶快让我吃药 哦呦 赶快把我叫医生 来 拜托 啊 蚯蚣的病情 好像越来越严重啦 可是蜈蚣却还没回来 会不会迷路了呢 等了又等 医生和蜈蚣都没来 怎么会那么慢呢 会不会发生了什么事啊 已经等不及的昆虫们 正想走到外面去看看的时候 却发现蜈蚣还在玄关穿着草鞋 哎呀 蜈蚣 怎么了 医生呢 蜈蚣于是说 你们不会看啊 我正在努力穿鞋呢 好不容易才穿了一半 我的脚那么多 不管再怎么吹还是一样啦 其实我只穿着草鞋 也是一件相当麻烦的事哦 蜈蚣啊 一边说着 一边还继续在穿鞋 直到每只脚都穿上了鞋子 哎 如果认为蜈蚣有很多脚 就可以跑得很快的想法 实在是一件很值得讨论的事呢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边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